相信谁人都知道巴西是世界足球强国 实际上他们究竟有多强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 Brian 今次皮毛小知识会和大家简单说 巴西在一直以来的世界杯究竟强到什么的地步 足球之所以是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 其中一个最引人入胜的元素就是比赛的不确定性 强队不一定必然战胜弱队 不过在世界杯这个全球最高水平的国际级赛事里面似乎例外 弱队能得到好成绩绝对是少数 在历界的赛事里面能够夺冠的就更加全部都是传统的足球强国 而巴西队在世界杯里面的表现就更加可以说是强中之强 在继续讲解之前必须要戴上头盔 今次影片里面的数据大多数都是截于2022年11月卡塔尔世界杯之前 首先最基本的是巴西在过去的21届世界杯里面 总共夺得过5次冠军 夺冠的比率接近四分之一 分别是1958年、1962年、1970年、1994年和2002年 头三次可以笼统地叫做球王比利的时代 而后两次我就会大概叫他卡库的时期 在足球国家代表队的队范上一粒猩猩就代表奪过一次世界杯冠军 而巴西就是唯一一队拥有5粒猩猩的国家队 除此之外他们还奪过两次亚军、两次贵军和两次电军 换言之在过去的21届赛事里面有超过一半的时间 有11次都排在前四名 而包括今届卡塔尔世界杯在内 巴西亦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入全部22届世界杯决赛州的国家 他们在历届世界杯里的得胜率也相当高 在21次决赛州合共1809场比赛里面 一共得到73胜、18和、18负 得胜率高达67% 而输球的比率只有17% 巴西亦是历届赛事里入球最多的球队 总共有229球 同时得失球差也是成绩最好的一队 高达正124球 这些数据也意味着巴西队的整体表现 在90多年来一直都处于平均而稳定的高水平 另外以个人来说 在历届射手榜里巴西球员也排在高位 排在第二的朗拿道在参与过三届世界杯决赛州 19场比赛里面一共入了15球 只是比起排在第一位 参与过4届24场赛事德国的高路斯少一球 排在第五的球王比利也一共入了12球 他也是赢得过最多次世界杯冠军的球员 只有他一个赢过三次 另外因为巴西队平均而稳定的高水平 卡库也是唯一一个曾经连续三届参与过世界杯总决赛的球员 最后一个国家在一项运动内能够一直以来维持超高水平 梦幻程度简直好比足球小将内的南国队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巴西队 又再一次成为了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大热夺标队 他们很可能又会再为上面的数据感上添花 今天影片就来到这里 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下另一枝在世界杯都一样战绩标柄的德国 如果大家对巴西或者今届的深水球队有什么看法 或者资料上有什么补充都请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 希望你喜欢这条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条影片都OK 就请你按一下like share出去 订阅这个频道 同时按一下小钟 或者加入做会员 多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为你带来另外的皮毛小知识 拜拜